来,鱼友嘛,这种视频我只做一遍啊 因为拍摄时间成本比较高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鱼缸水体 就是我们平常经常会遇到 但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水体浑浊,发白,并且伴随着腥臭 来看侧面 已经很难看清鱼了 情况比较严重 先和大家说清楚这种情况是怎么导致的 再说如何解决 首先,像这口一米二的缸 裸缸养鱼的情况下 在消化系统没有达到完全建立之前 不要一次性下太多鱼 就算消化系统建立了 也不建议像这样高密度饲养 这个缸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就是 第一,水没有养好 第二,一次性下了这么多鱼 就导致一夜之后 这个缸水体就在短时间就崩了 我相信很多鱼又在养鱼过程中 遇到的水体发白 大多应该都没有我这个严重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先不要慌 只要你的鱼没有在短时间里大批量尬掉 就有挽回的余地 也就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咱们得具备六个条件 跟着我说 具备六个条件 三油 三倍 三油是一定得有 三倍呢 渐量倍 但是不一定能用得上 那么三油之一 家里得有足够量困好的等温自来水 因为从现在开始到接下来 你的换水量会比较大 三油之二 你得有一个功率够大 出氧量够足的氧气泡 三油之三 你的鱼缸得有一个可以支撑整个水体正常循环运转的过滤 但是这里不包括瀑布过滤 壁挂过滤和一些过滤性能比较弱的小过滤 接下来咱们十套解决 先把三油怼进去 过滤没有问题 氧气泡在这里工作者 那就是换水 水这个时候就不要怕换多了 直接换一半 换到这里 往缸里加水的时候不要加太急 从旁边往下加 避免冲着鱼 如果是底滤缸 最好是加到底滤里面 然后再抽到主缸去 水换完之后看起来明显透了很多 虽然还是发白 但是咱们从侧面看的时候 至少可以看清里面养的是什么鱼了 不过这只是一个表象 现在咱们来看鱼身上的细节 看这条鱼的体表 长霉了 并且已经开始溃烂 还有一条大鱼 那个肚子那里发白 也在开始长霉 除了那两条鱼 其他鱼的身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和烂尾 其实这种情况目前看来还不算严重 因为还没有大面积的去覆盖 但是你得快速解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前面所说的三倍 就开始慢慢派上用场了 如果你手里备有这种活性益生菌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真的有用 前提是你的益生菌有用 每100升水下15到20毫升 我这个钢满载300升水 我一次性给它怼到最高量 怼60毫升 益生菌怼进去 就是为了快速去改善水体浑浊和腥臭 水体浑浊若能得到快速改善 那么它们体表的白毛和溃烂就不会快速蔓延 如果你的鱼比较皮实 体表没有损伤 没有长白毛 没有溃烂 益生菌可以不下 毕竟它只是辅助作用 主要还是靠换水和过滤 那么如果你钢里的鱼 比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要严重 那你家里最后备有第二种 就是这个 亚亚基兰高农农业 它们现在身上长的白毛 就是真菌感染 这个亚亚基兰专门搞它的 为什么现在我不下呢 这个玩意不到万不得已 咱不下 不能整缸下 下完过以后整缸都是蓝水 你得换水换很久 才能给它换回来 但是如果大面积已经覆盖了 那迫不得已 咱们就整缸下 怎么下 在亚生菌下完两个小时之后 下它每100升水 下6毫升 我现在不下 因为我这个比较轻微 我要明天去看这个鱼是什么情况 再取决要不要下亚基兰 哎呀坐下 有点累 感觉身体被掏空 视频一开始我就说了 像这一类视频拍摄起来 它的时间成本比较高 我们要通过石操 去同时解决 水体浑浊 发白 腥臭 和鱼的体表 长白毛 溃烂这些问题 我想 除了我这一期 你应该很难去找出 迪爱奇同类这些视频了 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那么这一缸后续该怎么搞 这就得等明天了 今天目前只能这样了 明天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该怎么弄 怎么弄 大家看下期视频 但是有一点 明天也同样得换水 同样得换一半 明天我接着拍 下期视频接着根 一定给大家整的明明白白的 好吧 还有必备的第三样 我现在就不说了 我希望大家用不上 我应该用不上 我应该用不上 我应该用不上